Hi 我是Grac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個主題超級日常 就是What's in my bag 個性的問題就是會覺得 欸 我有一些東西可能要用到 但是不見得會用到 但是可能會用到 我就會想要把它帶住 那我自己在用的後背包的品牌 就是 HC Store 是台灣的牌子 它有雙主帶設計 有一層比較大格的 然後有另外一層是多功能式的 先跟你們分享比較大層的 這一個 那我會 以大東西為主 這邊有一個鑰匙扣 因為它太小了 而且我也沒有在用它 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為什麼我會沒有在用它 是因為我這邊有放電腦 然後因為它的包包其實我這樣摸 還蠻有厚度的 然後是比較偏軟墊的 這一種 所以我覺得它的保護效果也蠻好的 我的電腦是13吋的 然後它是可以塞下 15.6吋 我這個包包的尺寸 所以非常的剛好 你們看我的電腦 就在這裡 先跟你們講這一個 我自己也會帶筆記本出門 因為有一些工作的東西都寫在裡面 滑鼠 硬碟 然後再來就是有相機 一把 雨傘 這個雨傘其實可以 塞在外面有兩個水壺帶 這邊有一個水壺帶 這邊有另外一個水壺帶 它總共有兩個水壺帶 這個背包它還有另外一個主袋設計 然後它可以做180度的開盒 它可以這樣開耶 然後也可以躺著開 超級強 然後這一層呢 180度這一層 它有五個夾層 比較大層的話是這一層 網狀設計的 它這邊有一個拉鍊 那我自己是拿來放行動充 然後裡面我還有放一個充電線 這邊有一個比較小的拉鍊 我放的是手錶 這是第二個夾層 好那第二層呢 我拿來放筆啦 第四個夾層我放一些個人的衛生用品 像是衛生紙 然後還有 這個是防曬身體乳液 第五個夾層厲害了 有一個補妝噴霧 有護手霜 還有一個 定妝粉餅 還有香水 兩支睫毛膏 還有一支補妝神器 amimi的 我愛氣墊粉餅 兩支唇膏 像如果說我只拉 各拉一半的話 這一些夾層以外 它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夾層 是可以放一些 可能博外套啊 圍巾啊 這類的東西 這一格的話 我會放一些 比較高頻率會使用到的 像是耳機啊 然後手機高頻率會用到的東西 第四個袋子來了 超級隱密 你絕對不會想到 在正後方 它有兩個拉鍊 上下各一個 這邊一個 那這邊一個 如果說正常出國使用的話 它可以拿來當作防盜的空間 把下層拉鍊要注意拉起來喔 雙層拉鍊的設計呢 它也是 是行李箱拉幹袋 它可以直接櫃在行李箱上面 然後減輕我身上的重量 這個包包它使用的面料呢 是軍隊 軍方在使用的高強度尼容布料 所以它非常的耐磨 非常的耐用 這個包包它有做防水的塗層 所以對日常的防水呢 是很OK的 如果說是不小心淋到雨啊 或者說不小心被水溅到啊 它的防水的效果是有的 但如果說是人為破壞 像是那種你要長時間給它淋雨啊 長時間給它灌水啊 注水啊 這類的話它一定會失掉 如果說你喜歡膠小版本的話呢 它也有size比較小的 來跟你們分享小包包它的設計 主袋的話呢 只有一個 好 那主袋裡面呢 一樣 基本的標配 電腦夾層 然後它可以放下14吋的電腦 我的電腦是13吋的 所以它是裝個下樓 然後它一樣有這一個 鑰匙扣 可以讓你方便找到鑰匙 或者說任何的吊牌什麼的都可以扣在這邊 多一個拉鍊式的夾層設計 然後我摸過它的空間非常的大 大到可以塞下我一個手掌喔 這一側呢 有兩個夾層設計 然後可以放兩支筆 我覺得這個小包包的設計 比較特別的是 它總共有四個可以放水壺 或者是雨傘的地方 首先 外側有兩個 裡面呢有兩個網狀的隱形設計 我覺得收納起來也算是整齊跟方便 正前方呢有一個中型的袋子設計 可以讓你放一些高頻率 要拿出來使用的東西 後背包的行李拉杆帶沒了 換這一個隱藏的綁道帶 然後它是直的拉鍊 好那接下來呢還蠻特別的 我總共有四個不同花紋的後背包 大大小小喔 那這四個包包呢 我要帶你們來走一個穿搭 四套穿搭你喜歡哪一套 我自己的話四套都很喜歡 因為穿搭就是我本人 那有沒有什麼你外出要帶在身上的東西 越奇怪越好 也都歡迎你們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影片就先這樣子 我來趕快留言囉 下次見啦掰掰 拜拜